问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 他说这个能不能讲讲停水植物怎么用肥 就是种在水里用了用了沥石 你的缓氏肥和水龙肥能用吗 或者说是缓氏肥能放在水里的那些石子里面吗 其实他说的呢就是这种半水培的一个状态 里面有那种沙有土啊 就像我们这个通前草一样有个半水培的一个状态 是可以往里面用一些肥料的 这个是完全OK没问题的 缓氏肥这些可以用 水龙肥这个呢 趋势好的1000倍的比例的容易 水培的可以喷 可以往里面稍微加一点 但是不要多 这个你怎么形容怎么想象呢 就比方说像咱们人 咱们人呢 你说可以不吃饭可以打钓瓶吗 是可以的 你要往那个输液的那个液体里面 加一些葡萄糖啊 加一些维生素 这样才能维持人的一个基本生存对吧 植物也是一个道理 水培也是可以用肥的 但是那水培的话尽量 尽量的 还是转到这种土培比较好 你水培的话太单一 因为人嘛 吃饭是吧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生态过程 如果说真让你一天不吃饭给你打钓瓶 你也会时间长了熬不住 建议大家尽量能土培就土培 如果说真的要水培的话 可以的 完全可以用肥 好了 先让我们简单一盖头 吃了我一 人们就在一 别不着急点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 还真是不吃饭的 有点 我不会